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高处就只剩下我们这一帮人 我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古怪的画面 幽暗的地底世界中 一帮粽子从黑暗中出来 爬到世界最高点 最后又跳下去 再往上爬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死亡循环呢 死亡循环是民间迷信的说法 说是一些游魂野鬼 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投胎 因此一直留在死的地方 重复着死尸的场景 比如很多鬼故事中描写过的这样一个场景 某栋楼曾经有一个人跳楼自杀 后来到了晚上 一些晚归的人偶尔能看到有人跳楼的景象 而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就是民间所说的死亡循环 而现在另外一批粽子正朝着我们走过来 众人不敢跟他们接触 闪到世界边缘 看着他们模糊的面容走向世界高处 紧接着又跳了下去 如此往复诡异之气 最终 专锐将目光放到世界高处 那个如同石棺一样的东西上 没说话 只打了一个手势 示意我们上去 虚语 众人站在世界最高处 让我们震惊的是 原以为世界的尽头 应该是与上方相连的 但实际情况 与我想象的相反 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侧 并非连接着山壁 而是悬空的 在它另一面 同样是一条石阶 蔓延向下 两条石阶 像是一个倒微子形 中间的点 便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我不由得惊异 你要知道 这个地下空间非常广阔 而这个微子也非常深 唯一的支撑点 就是每隔百米左右 才会出现的一根巨大柱子 没入黑暗中 这样的建筑结构 遥防古国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修建这样一个地方 又有什么用呢 根据这个洞窟的广阔度 我确定这肯定不是人力 所能挖掘出来的 很可能是天坑以内自然掌握 而被我们误以为是石棺的东西 凑近一看 才发现并不是关锅 而是一架类似于石床的东西 四周雕刻着寿文神语 给人一种神秘古老的感觉 透过这些古老的浮雕和文字 我仿佛可以想象 遥防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他们必定拥有一套 自己独特的信仰和文明 这样的方国 在夏商千百年间非常多 他们的最终下场 大部分是被吞并 然后汉化 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各个民族 遥防究竟是为何毁灭 已经不得而知了 只从上面的王宫来看 很大可能是毁于战乱 而眼前的这具石床造型精美 雕工细致 石料灰白色 由于对石头不怎么了解 因而我也看不出是什么料子来 但触手质地比较坚硬 这时 豆腐忽然伸手丈量了一下 就说 这石床太短 骨膜一米五左右 怎么睡人呢 难不成 遥防国的人都是孩子 张文说 这不是床 是一个祭祀台 你们看这上面的浮雕 雕刻的是祭祀 这些异兽的场景 我怀疑 这个底下天坑 是古遥防的一个祭祀场所 我们正说着 中共眼前 忽然指着我们右手处的黑暗 就说 那儿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手里探照灯也顺势移过去 只见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 隐隐约约似乎有什么东西 只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连具体轮廓都看不清 我是一众人将探照灯 全部聚集在一处 如此一来 光线增强了许多 刹时间我便发现 原来在离石阶 约目有四十多米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孤零零的圆形平台 那平台有一根大柱子 独自撑起来的 独树一致地立在黑暗中 显示它独特的地位 圆形的平台和周围的 灰白和黑暗格格不入 被刷成赤红色 看上去血淋淋的一样 显得触目惊心 十分扎人眼球的形象 那平台正中央 赫然还端坐着一具 戴着面具的尸体 不知是不是巧合 尸体正面恰好朝向我们 仿佛之前 一直在黑暗中盯着我们似的 但是我很快反应过来 它并非朝着我们 而是朝着我们旁边的石床 那人同样已经是干尸状的 身上裹着一层白色皮之物 至今保存完好 没有腐烂 皮之物的外面 则披了一件黑褐色的羽皮 像是英语 众人盯着这盘坐的老师 只感觉怪异无比 死亡其实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大部分人最后都是病死的 还有一部分是意外死亡 或者是自杀 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才会正寝 所谓的寿终正寝 便是一种无痛苦的死亡状态 很多老年人在睡梦中 便不知不觉地死去的 在传统文化中 正寝事实上是非常美好的愿望 国人虽然避讳谈及死亡 但本质上也明白 死亡不可避免 因而寿终正寝 是一种福气 历来正寝的人很少 但这部分人中 绝大部分都是修行人士 电视剧里面经常会有 这样一个桥段 说某某修行高人 比如得到道长或者高僧 预感到自己要死了 平静嘱咐完后世 眼睛一闭 然后说死就死 没有一点痛苦 就这么坐着色悄悄了 事实上 这种事情并不是艺术夸张 这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传统神秘文化中 这种坦然自若安然而逝的现象 称之为作画 而我们眼前这具尸体 明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死亡 应该是一句正寝的作画老师 但他出现在这个地方 实在是让人废弃 张文分析说 他有羽皮 我看他应该就是 古瑶芳的大技师 你们看那个面具 像什么 只见那人脸上面具 是纯黑色底子 双云眼 形状如水滴 鼻子处突出非常高 带着钩 形似 阴晦 而最为奇特的是他的嘴部 没有嘴唇的轮廓 而是一圈圈白色线条的螺旋纹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在上面 厅堂中所看到的螺旋纹 这个螺旋纹代表着什么意义呢 这时豆腐提议说 要不咱们过去看看 我觉得奇怪 豆腐一向碰到这种事情 都是提议绕道走的 今天怎么反而想凑上去了 见我疑惑的目光 豆腐咽了咽口水就说 反正我不想再看纵子自杀了 咱们还是速战速权 专锐拿出捆尸锁和探阴庄 二者结合在一起 历来是盗墓贼取尸的利器 专锐瞄准了一下 将探阴爪先射了过去 准确地勾住尸体的脖子 紧接着连在探阴爪上的捆尸绳 便会顺着探阴爪往下滑 最终套在尸体身上 专锐紧跟着一口锁扣 捆尸锁便紧紧套住尸体的腰部 我们准备就将尸体给拉过来 谁知我们一用力 却发现尸体纹丝不动 仿佛被钉在那个平台上一样 就两根绳索一具尸体 因此其他人也没帮忙 就我和专锐顺手将尸体拉过来 谁知我二人一合力 尸体却是稳如泰山 反而随着捆尸锁的收紧 尸体胸口处的皮革里 一个东西挤出了头 那玩意儿呈现鹤黄色 由于只冒出一点 大部分都隐藏在皮革之后 因此我们也看不出 他怀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张文就说 看他贴身而放 肯定是什么重要东西 这人是姚方的神职人员 身上的东西肯定是不一般 咱们得想办法弄过来看看 我说尸体拉不动 而且就算拉过来 那东西肯定会掉下去的 豆腐不信邪 说一具干尸怎么会拉不动呢 他将我拉开 双手较出绳索 狠狠一用劲 尸体照样是纹丝不动 众人一时束手无策 这尸体就端端正正地坐在那 怎么都拉不动 万世通揣刺说 不会是石化了吧 豆腐不明所以 问他 我只听过化石 那得上万年才能形成的 可没听说过石化 石化啥意思啊 我倒听说过石化的说法 以前还在新闻上 看到过相关的报道 说是 我国陕西西北部 有一个身处大山的古老村寨 保留着一种陋系 叫做地仙藏 当地人有个流传已久的 古老风俗 就是如果老人家 活到八十八岁还没死 就要进行地仙藏 有子女为老人选好成仙帝 将活着的老人 背到那个地方 挖一个硕大的土坑木穴 将老人放进去 然后用事先打好的石板 将土坑盖住 老人家在里面出不来 不晓几天 便会饿死在里面 这一露俗 在我们看来极其残忍 当时有一些探险的驴友 无意间进入这个村 发现这个地方 居然有这么可怕的风俗之后 立刻通知了 当地市级新闻记者 但是离奇的是 这些村里的老年人 反而是为自己子孙说话 并不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孝顺 甚至认为是理所应当 后来 经过民族学家分析 当地之所以会诞生出 这种骇人听闻的风俗 并且流传如此之久 事实上和当地的历史条件 有很大的关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